大家好,我是崔医生 今天主要再来给大家说一说 就是夏季养生我们到底如何养生 首先我们都能感受到的 就是夏季天气非常热 那我们这个人体呢 它就会消耗农量 所以这时候就要吃一些有营养的东西 但很多人到夏天的三个月过去之后了 都会瘦,为什么呢 夏天没有胃口啊 都觉得不想吃饭 所以就省事是吧 吃点甜瓜,吃点西瓜等等 但是这种做法是非常不可取的 因为这些都是过于寒凉的东西 偶尔吃一些可以消暑 最重要的是呢 夏天的时间呢 外面非常的热 相对来讲 我们肚子里面它就非常的凉 我们大部分的气血 一般都在我们的皮肤表面等着散热 所以肠道的这个血共相对来说 它就不足 很容易发生腹泻 所以很多人夏天稍微吃点凉的 吃不对就容易拉肚子 这时候很多止蟹的药都卖的比较好 冬吃萝卜下吃姜 所以没事的时候 大家可以把那个姜 在做饭的时候稍微放一点 让自己的肚子暖和一些 气先往肚子里边走一走 还有呢 就是在七八九这三个月份 心脏不好的那部分同志呢 要注意养好心脏 夏天天气热 要想养好心脏 就先不要动怒 通常最难受的心脏不好的朋友 一个是三九天 另外一个就是三四天 所以这几个月的时间 其实从五月份开始就要注意养心 可以每天中午睡半个小时左右 那你如果是晚上睡不着的 你就不要睡了 你中午睡半个小时 晚上可能就不好睡 因为天气阳光最强烈的时间 我们心脏其实也是最有利的时间 所以很多心脏不太好的人 在中午的十一点到一点左右 你会发现 那个心脏跳得特别的有劲 你躺在这儿睡觉的时间 你会觉得那个心脏一直在 用劲的在跳 所以那个时间 你不要去干一些比较重的活 躺在床上休息休息 这是很好的养心的一个过程 再有就是注意 一定不能过于流汗 这个季节运动跑步都要适可而止 稍微冒冒汗 微微粗汗就可以了 因为你本身这个毛孔 它已经打开了 稍微一动 那汗瞬间都出来了 大量的粗汗就跟你失血是一个道理 因为汗血通言 所以当你失血了时间 那么心脏它是慌的 心脏不停地跳乱跳 跳得比较快 所以守好自己的汗 守好自己的精液 那么你的心脏它就不会太累 大家一定要记着 这个季节重要的就是养心 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好好的保护好自己的心脏 今天就给大家先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 那么 谢谢大家的注意